据中心经纬12月13日消息 社保每缴满5年养老金就近一档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表示 该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指出 按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由个人缴费年限 还是同缴费年限 退休时当地上年度在港职工月平均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账户累计本息储存额 养老金计发月数等要素综合计算所得 没有固定的档次之分 需要强调的是 累计缴费满15年 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条件 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之前 工作有收入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保缴费 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 缴费水平 与养老待遇直接相关 缴费年限越长 缴费基数越高 退休时领到的养老金就越多 也就是长缴多得 多缴多得